旧台電6C電廠被勤宿舍土地租用爭議 歷經多年抗爭仍未解決 而在地租人也向原明會申起真相調查 調約政府早年檔案資料 新調查發現台電於民國41年開始占用部分土地 無檢據當時的三地保留地租令契約 47到48年間卻自行架設鐵絲為離 排除租人使用傳統耕地 並會針對原始耕作家族進行補償 造成剝套族人登載保留地權利 而民國54年才重新清查申請作用 該筆土地等等諸多疑點 族人也希望能夠盡早得到歷史真相 讓原始耕作家族得到應有的正義 據我所知 我大概 我出生就是七八歲的時候 我剛才講過 他們也跟重 事實上他們想要這塊地的時間 大概就是將近二三十年的時間 還好有幾個博士 有兩個博士在協助 還有很多的學者也在協助 這樣的一個工作 我希望鄉公所或是中央圓民會 現在會有關心這個事情 今天我們在這裡會跟當時的機關 一個是鄉公所 樹林鄉公所 另外一個是台電 東部發電廠 了解說他們假設看到我們所 整理出這些資料跟以前土地歷史的 轉移過程 有歷史不正義的時候 他們怎麼樣在依法行政的過程中 落實轉型正義 那這是今天主要關鍵的想要收集 他們的意見 這地主人表示過去部落也曾經藉由抗議的方式 表達訴求 但目前先藉由體制內的行政程序 來促進土地正義浮現 當然在過去我們也曾經抗議過 那只是我們現在回到體系裡面 系統裡面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藉由現在政府願意 面對的歷史不正義 願意去推動轉型正義的過程中 而不是他所看到的那個布冊上面 所講的那道東西 或者是法令上的東西 當他理解這件事情的時候 歷史不是只有布冊上面所看到這個 那後面其實是部落實際上主人所經歷的 是什麼 經調查後 相關學者向族人報告相關疑點 並在會議中徵詢公所意見 但說明會中沒有地震人員參與 或許將再度召開會議 並要求地震人員出席 待相關資料完備後 提報原民會並送原轉會土地小組 希望能夠藉由行政程序 早日還給族人歷史真相 原始新聞 華林秀林採訪報導 對 做正供一文